哈喽大家好我是肯童 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賽賽軍團 那我們今天也來稍微算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 目前的開啟一些福利活動 那我們首先呢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兌換碼的兌換教學 我們點這個菜單然後點擊這個兌換碼 這邊的話就可以輸入我們的兌換碼 那至於我們這個兌換碼 我們可以來到他的這個FB粉絲專頁 那這邊的話 在禮拜六應該就會有一個這個活動 就是遊戲新上市的這個活動 這邊的話就會來分享一下這個上市的兌換碼 那你們也可以先點一下左方的這個Discord連結 加進去這個社群 那在這裡的話也是有一些管理員 這邊的話可以開始週六 就會有非常多的活動 還有這個禮拜碼可以進行兌換 那我們也會禮拜六的時候再繼續拍這個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新可以用的福利區號 那我今天呢就繼續來稍微試玩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開服的活動好禮喔 這邊的話是有這個七天的任務喔 那我們只要完成這些任務都可以拿到這個相對應的寶石啊 那極其這個積分的話可以拿到這個木蘭喔 S級木蘭啊綠色元素喔 攻擊力也是相當高啊有948喔 而且本身的技能也是可以額外消除非常多的這個符石 並且的話可以附加這個異傷效果 讓我們打的傷害變得更痛啊 而且再加上他的這個入門禮包 我們只要新手稍微手出一下 就可以直接拿到這三張的S級卡片喔 可以馬上直接把他這個等級提升上去啊 還是相當不錯的喔 右方的話還有一些這個新手禮包 目前看起來這個介面還是比較簡單啊 那看我們把這個等級升上去之後會不會 解鎖更多新東西喔 然後目前的這個角色的話也是解鎖這些東西喔 像我們的冰女 這好像有點像SMK裡面的角色 然後這是我們上次 打完關卡拿到這個忍者輪喔 可以附加我們一個護盾啦 好我們就直接開始 挑戰一下這個第三張喔 我們就快速的消耗這些符石啊 來加一下攻擊力 全局攻擊力直接加趴啊 好那我們應該是直接選這一個 會比較好啊 這個血量應該是我們所有這個英雄的 血量加起來 所以說基本上 每個英雄都要練啦 好那這邊的話來了一些技能喔 消除然後的話額外造成一個傷害啊 好那我們就選一下這個消除 它這是屬於藍色技能的 然後不知道它 這裡是總共有幾小關耶 它這裡沒有特別講 所以說不知道還要再打多久啊 那這邊的話是可以增加一下這個護盾喔 我們用一下綠色好了 可以增加一下我們的這個傷害啊 好我們紅色這裡也是相當多 直接把它 連線連起來 好還剩下最後一點 那這裡的話我們紅色是還有很多嘛 我就選一下 這裡 先用一下紫色的 讓這個黃色的掉下來 反正它也是只剩一點點喔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用這個 紅色的去看能不能把它技能弄出來 這個有幾小關喔 好紫色護盾數喔 反正能夠先選這個技能就先把它選一選 然後盡量能連線的話就是連比較慘喔 好蠻快就拿到來到這個boss站 那boss站的話我們 它沒有特別說哪一個屬性打它比較痛 我們就選一下這個 紅色的吧 你看對面boss還會 回血喔 好 這邊藍色的 全不同的都消掉 額外多消耗耗掉四個 再一個 再一發技能 多打六百多點傷害喔 好 再來恢復生命值喔 我們現在是 蠻需要啦 不過現在呢 這boss血量沒有很多喔 就稍微戳個幾下 就可以過關了 留一些 所以好像不用留耶 它這邊會直接重置掉 好那 紫色護盾 順便 回個血啊 不知道它這個會不會有什麼暈眩的效果可以用 而且沒有辦法點的話它也會交換一下 好那麼現在的話就盡量去解鎖這些可以 有更多符石可以連線的東西 讓這邊就比較麻煩點 沒有辦法碰到 這遊戲應該也是蠻吃這個 角色的強度喔 好我們也用一下 這裡還有個神燈耶 格擋還有恢復生命值 我們選下格擋 好來到最後一個 我們先解鎖這些 可以打碎的方塊 我們現在血量也是剩下一半 稍微恢復一下 我接下來應該先削一下這個紫色 紅色的 削一下紅色 恢復受到傷害降低 這個的話選一下減傷好了 不然感覺 我們也扛不太住啊 感覺我們只是當開手 後面角色應該是可以 一直瘋狂的無限連續消掉這些方塊 那接下來也是快要到第10關了 應該就是我們的BOSS關啦 這些小怪的血量也是蠻多的 看我們有個護盾了 可以擋非常多的傷害 還是要盡量 有這些技能的互相搭配喔 好藍色攻擊力加13% 這裡的話 稍微用一下這個回血技能 還是先盡量看看能不能夠 多消掉一些方塊 暴擊率加14% 感覺我們現在的處境有點危險 好來到這個 鋼盾紅手裡 然後他 紅色是抵抗啦 那麼就先用一下這個紫色的 先加一個護盾 要不然他一發下來 我們血量可能要沒 那我們這 擋了 還行吧 好看來我們這關應該是打不太過 要去多強化一些這個英雄 好剩下最後16點血 這裡的話好像也沒有什麼能夠做的 紅色的話打牌也是不太痛嘛 會降低15% 那這邊有沒有 很長的可以連喔 只能夠連這個藍色啦 還是GG喔 這個還是要多去強化一下我們的這個英雄角色啦 好這邊的話還有這個S級木蘭喔 我們可以直接試用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色彩軍團 就傳播放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之間 大家掰掰 掰掰